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份其實是方溫的時候 應該是方溫的 因為我最近跟方溫講的 就是生活中美好的市民 一些美好的事物就會對稱 包括這些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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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說人體是對稱的 但正常來說人體應該不是很對稱的 好 不講那麼多句話 畫回虛線部分的對稱部分 所以如果這裡有條虛線就畫這裡 這個對著下面打橫的虛線就畫了這個 所以應該會出了這樣的樣子 雖然我畫得比較好 不過都差不多 另外這個沿著打直的 就組合起來變成圓形 打橫的對稱畫到下面 這樣就畫完了 然後這個曲線 反射過去就這樣 另外一邊就這樣 然後另外這個就會這樣 還有這樣 大概就行了 你未必可以畫到我這麼漂亮 不過我大概畫到差不多OK了 繼續後面 這裡就解釋一些東西 剛剛對稱的話 我們就叫對稱字 然後就叫Line of symmetry 就是說如果一個等邊三個人 等邊三個人就有三條 一個四方人有四條 正邊人就正 正邊人就五條 正邊人就六條 正邊人就六條 正邊人就八條 正二十邊人就二十條 就是這樣 好了 到下面 他就叫畫一條對稱軸 A端不用做 因為A端什麼都不要 到B端 對稱軸就是在這裡這樣畫它 對 那旁邊按什麼呢 就打直這樣畫 對 我們通常就用虛線去表示它 即是用虛線去畫它 對 當然就記住用圓筆組 如果不是畫錯就很糟糕了 好 到後面 其實對稱也好 其實又或者你叫反射都差不多了 所以又有另一個名叫Refessional symmetry Refessional symmetry 對 又或者還有一個名叫 Excess of symmetry 對稱軸 或者反射對稱 對 意思都差不多 就是把它切開一半之後 左邊和右邊 或者上面和下面 都是一樣的 這樣 下面那些就加回對稱軸 給它 那蝴蝶就是中間這樣切開蝴蝶 蟹 蟹就中間這樣切開蝶 金字又中間這樣切開蝶 中字又中間這樣切開蝶 橫就沒有的 橫就沒有的 因為正常的中字應該上面那邊 短一點 下面那邊上一點 好了 到我生字 這個生字 如果 看你怎樣看的 我有正字形景 應該要穿的 我應該要穿這裡 所以就沒有對稱軸 對 之後 填字 打直 打橫 還有打斜 打斜都可以 打斜都可以 只要打斜軟 它又是 兩部分都是一樣的 那就是對稱軸 對 之後這裡就打直 打橫 這個就沒有打斜的 雖然打斜完兩部分都是三個人 但它的形狀不同 所以不可以打斜 這個 日字就打直 打橫 這樣 好 下面這個就打直 打橫 這個電阻 就只有打橫 這個N字又沒有的 這個就 這個不知什麼 這個就只有打橫 就是這樣 這樣 今天就是做這些 所以就為什麼 你們今天要做這些東西呢 就是這樣 到下面 畫一個對稱部分 對 我們就要用著它 給你那些 對稱軸 你就要想回它 對稱部分是怎樣 所以這個第一個 應該就會 做一個整方形出來 所以才會有 四條這樣的對稱 打橫 打斜 打直 應該就會 在一個正方形 所以有這些 那旁邊這個 只有打直這個 那其實就是 這樣按摩 Ctrl C 其實就是 Ctrl V 對了 這樣畫了 然後下面這個呢 打直打橫 其實也是按摩 差不多這樣畫了 對 對 下面 旁邊那個就 只有一條打橫 所以可以 按摩它過去 其實 對 這樣就畫完了 對 今天就是畫畫的遊戲 好 到下面 下面 如果它給了 一個圖形 你 那麼就沿著 它說首先沿著 A軸反射 之後再沿著CD再反射 對 那我們就要順著次序 慢慢去 畫 還有記住 剛剛沒有格子子 你可以隨便畫 但有格子子 跟著它的大小 跟著它的位置 那些畫 那我們 可以怎樣做呢 我們將它的頂點 我們畫了它的頂點 即是畫了它的頂點 會反射在哪些位置 之後再沿著 再沿著 對 現在這樣反射 過去 首先我看看E點 E點 跟AB 距離一格 所以應該會反射在這裡 到E點 首先跟CD距離 就相差一格 應該就是E 好 即是對 跟AB 相差五格 所以這邊數回五格 那E點 可以E一點 就應該會對回到E點 好了 其他那些大概就是這樣畫過去 好了 之後就 拿八件尺連過去 對 這樣就畫完了 之後它再沿著CD反射 同樣方法 我也是 逐點逐點去畫過去 我先畫了E點 E點 同樣CD距離一格 所以對上去就是一格 這裡兩格 就對上去兩格 三格 所以對上去三格 你要想這個圖形如何 這個反射改 應該會把這個圖形反轉 對 嘗試 畫到哪裏 應該會這樣 會這樣去圖形 不是想選的 有些英文 如果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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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就畫完了 沒有什麼特別的 這些都是 很簡單的 好 到後面 Otational Simetry 即是 將東西 旋轉去 旋轉完之後 無論它旋轉幾多度都好 它旋轉一度都好 只要旋轉了少少 之後會出現同樣 同樣自己的樣子 那就叫做 Otational Simetry 所以 如果 一個 枕邊三格 就有三條 Otational Simetry 譬如 正方形有四個 Ether Path 五個 Ether Ether 六個 Ether Pepa 就兩個 好了 但接著 我們不會寫 這裏最少 一定會寫 我們不會寫 一個Fold 我們不會寫 一Fold Potational Simetry 為什麽呢 因為這個世界上 正常來說 任何東西都最少一個Fold 即我把箭拿放在這裏 即我把我把箭拿放在這裏 即我把我把箭拿放在這裏 這樣繞個圈回來 這樣便會寫回箭拿 那一定有一個 那世界上任何東西都有一個 那我們這個Potational Simetry 全是顯得不特別 所以我們不會寫一個 如果它只有一個 即它自轉一次 我們便要寫0 或者叫Low Rotational Simetry 這樣便可以了 好 後面試一下 那跟剛才一樣 這個弧點 你自轉一個圈 就只有一個 所以就Low 或者寫0 都可以了 好 到下面這個 這個呢 就五邊形 所以就五個 下面這個 下面這個 這個呢 這個呢 我們這樣看 我們當它這個 即我們不要想到實際情況 我們當它這個 整個建築 當它是一個 所以轉兩次 這樣 好 後面這個呢 就是兩個 後面這個呢 就是兩個 後面這個呢 好 到後面 做 因為剛剛重複了 所以可以做 好 到後面 好 到後面 聽我講 這塊 這塊的東西 沿著Y軸反射 好 問一下內容呢 內容 ABCD是哪一個 A 我聽錯 還是你說錯 我 這塊的東西 完全Y軸反射 這塊的東西 完全Y軸反射 對 C 嚇到我 可能不久 我覺得這塊的東西 又多數 如果不是 真的加多兩下給你 好 到後面這個 那它就說 哪個有3,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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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逐個逐個 逐個逐個逐個看一下 對 第一個應該只有2個 第二個有3個 第二 C的 也只有2個 D 有5個 所以答案只有B 隨便看 下面 MC就小心一點 它說哪一個一定 一定要有 Reflection 和Rotational symmetry 有這兩個 逐個逐個想一下 好 A呢 三個型 如果一個 扔邊三個型 那當然是有 扔腰 都叫做有 Reflection symmetry 但如果它 是一個 不扔邊 就太多情況了 所以 A 就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 所以我 這樣 切完了 一點 它不一定 不是所有情況 都會有這兩個 所以A 不是 到B 那個梯形 一個直角梯形 一個直角梯形 一定沒有 沒有 Tational symmetry 所以 B 不是 C 四邊型 我現在 隨便畫四條邊 出來 不知道怎麼連起來 這個 就是我畫出來的四邊 很明顯是 什麼都沒有 所以 都不是 一定不是 長方形 長方形 只有一個樣子 就是長方形 所以 一定有Reflection 和Rotational 所以 就知道了 好 到下面 下面 就是放大縮小 小心 看今晚 放大 就用Enlarge Enlarge 多少倍 縮小 就Reduce 多少倍 就是這樣 好 到下面 後面 這裡 還未做 放大縮小 我們做一些 Motational 的東西 好了 這部分 順時針 就轉96 所以 舊東西 應該會這樣 轉到這裡 而且 會黏著 A上面 這條邊 所以大概 就是這樣 舊東西應該就會在這裡 好 好 這樣 有一點 那些 摺痕 你不要離開 隨時說 這樣 好 再到隔壁那個 它是 逆斟轉9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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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應該會反過來 下面 在這裡 對 這樣 要留意 就是 這個 下面 這個 長可形 應該會黏著 這條邊 大概 就是 它的高 就是兩格 大概應該會有這樣的 東西 應該難看一點 不過我想你們自己畫都應該畫到了 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 重疊了一點點而已 接著 畫隔壁絲 那時候 進行更加的比例畫 因為 如果它沒有比例 你當然可以隨便畫 大概是這樣 如果 給了你 你就要更加的比例 特別是哪些 就是 它的高度 闊度 那些 如果你可以跟到 就跟到 還有 在下面 下面 將這個 anti-cord wise 逆斟轉180度 所以 其實 將你 轉180度 大概 想到 情況 轉90度 變成這樣 轉到 90度 變成這樣 應該是這樣的 所以 那個 應該在A 上面 這個位 而且 倒轉了 KD 應該會倒轉了 就是這樣 所以 其實你倒轉 你本頁 寫就可以了 不要寫錯字 寫錯字 會被人交換 所以倒轉 應該就是這樣的 會倒轉了 對 對 對 改了去調節 這樣 拆門 每次都是嬌 好了 就到後面 後面 這次放大縮小 好了 現在把這個 淋蛋 縮小二分一倍 記住 不是只有高 縮小 寬都要縮小 所以 現在高 高八格 高八格 寬就是寬五格 所以你畫出來的 應該就是 高四格 寬 寬二點五格 應該這樣 縮回 大概 這樣 發揮一下我的 畫功 好 這個應該是畫得 有最美的一條 如果你想要 我可以 撕低給你們 有沒有人想要 Kathy想要 內容你想要 不要那麼衰 內容 你們自己畫著 上面那個 上面那個 下面那個 放大三倍 放大三倍 所以 要看那些 長城庫是多少 這裡 高是三格 打橫是三格 所以放大這塊 這裡應該是九成九 對 那應該是九成九 九成九 九成九 這裡是全六柱 畫完之後 到 後面這裡 好 好 幫我改一改 這裡應該是B 還是A 先說這裡 有看嗎 我覺得打錯了 這個B 這個A 這裡就問你 如果把這個B 放大了 到A 那裡 A端問你 那個scale factor 是什麼 即是它放大了多少倍 那我們怎麼看呢 我們一是 就看它 高佔多少格 放大了 高佔多少格 那對方又或者 或者 就看它打橫佔多少格 那現在 我先看它打橫 打橫在這裡 B的圖形 整個是佔三格的 佔三格打橫那裡 那這個 大那個 整個圖形 就佔六格的打橫那裡 所以 三變六 即是放大了兩倍 所以scale factor 就是2 或者看高也行 B的高就佔五格 這裏就佔十格 所以都是二力 那到B part 他就問你 這個area 比這個area 是多少 那直接數 直接數 直接數 A和B是多少 那A應該數到四十 下面是十 所以我們是四 是 對 對 可以數得很快 對 開股 為什麼數得這麼快 對 對 做完 對 下面那個呢 就是了 將這個A 伏細變成這個 那我問你的scale factor是甚麼 那這次呢 我們只看高就行了 看蛋直那裏 對 蛋直這裏呢 A那個呢 就是四格 這個東西呢 蛋直的高 就是佔一格 那所以 四變一 所以這個scale factor應該 但是現在縮小 所以就是四分一 四分一 縮小 好了 B part 也是 數格仔 就是四分一 那A那個應該是數到二十 B那個呢 是數不到的 是1.25來的 那為什麼我知道1.25呢 開股 那所以是16 好 好 不知道你們記不記得 我們之前學CMNFG那時候 CMNFG那時候 有學過一樣東西就是 面積比 面積比 就等於那個邊長比的形式 對 對 如果不記得 就現在快點記 對 要兩個相似的圖形 相似的圖形 現在放大 縮小 它的圖形 一定是相似 就是 大小不同 如果相似圖形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 面積比 對面積比 對面積比 所以上面 40 我不是直接數出來 我計出來 就是因為 Scale factor 是2 所以他們面積比 是4 所以如果 B那個是10 A那個一定 就是把10 乘40 所以下面這個 為什麼我知道 是1.25呢 不是我眼力好 是因為 也是計出來的 Scale factor 是四分一 是的 我們就是 它面積比 應該是1比16 但是 但是 因為情況 就是現在它縮小 是的 而且 它題目 這裡 誰over 誰就會影響這個數字 但是最後 計出來 就是16 1over 16那些 所以你計算 這個20 除了16 就會計到1.25 但是 這些1.25 重點 重點是 可以計算這個 CMN figure 那一陣子 就是面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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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陣子 我再提到 如果 到個Volume 都有 就是體積比 就是 體積比 就是面積比 就是面積比 的三次方 是的 記得這些 這些 這些 一直用下去 就是用到 方式 都要用 還有 就是這兩條細 最重要的是 CMN figure 的燈容 在側面 就是面積比 二次 這些很重要 無數 應該就是黃形 不知道 就是做了 這裡 一到 一到 二十三 做了 做了 很快 做完 拜拜 拜拜